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烧纸钱有用吗 有一些佛教的寺院没有焚烧金纸银纸的地方 甚至呢也有很多的法师提倡不烧纸钱给已经过世的祖先或者是鬼神 例如是烧这些东西没有用 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不需要这些钱 而且烧纸钱呢也有害环保 但是有的人呢却明明梦到祖先或者是什么人 在梦中要求他烧金纸给他 这应该怎么解释呢 让我们来请教顺年法师 烧明子啊 不是佛教的文化 也不是佛教的信仰 希特蒙尼佛在当初啊 对于当时印度的有几派的宗教师 他们是拜火 祭火 他们在焚烧啊 种种的工具 贡品 希特蒙尼佛是啊 画到他们 叫他们拜这种啊 火是没有用的 但是当时的印度人呢 有一派的人认为通过火 在这个媒介呢 能够把人类的前进的信仰 恭敬所奉献的物品 能够传递到神的跟前来 让神来受用 这种信仰啊 应该是很久的 在希腊的 古代的希腊的信仰里头呢 也有这样子的一种啊 这个行为 那我们中国人呢 一向啊 是相信呢 死了以后就变成鬼 那鬼的世界跟我们人的世界呢 说不同的呢 一个是在阳间 一个是在阴间 阳间是要用的东西 阴间呢 他们也需要 所以有墓葬这种习惯 好风俗 所以人用的器具啊 工具啊 那些货币啊 阴间也认为需要 所以我们现在墓葬品里面 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这些啊 文化 可是后来呢 因为有了纸了 只会知道 造的纸是菜能造纸 这是在汉朝以后啊 才有纸的 因此呢 就这种金银的 这种象征性的 纸品 纸质的一种物品啊 代理 这就不被埋了了 这个一烧就行了了 这不是啊 佛教的 是我们中国啊 的文化 我们在西方 印度 没有看到有这种风俗 同时在 基督教的 文化里边呢 也没有这样子的 一种风俗 只有中国人呢 相信呢 有这样的风俗 因此呢 中国人死了以后 他已经成了鬼了 心里边呢 还是很想要钱 糊涂的时候啊 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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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以后啊 也想要钱 那就是个通梦啊 给他的卷说了 你给我点钱吧 给我点钱吧 稍微点纸吧 这是一种啊 信仰的原因 是不是这个钱 拿到银间啊 去可以买东西啊 不可能啊 银间没有人制造啊 银间没有人种田啊 银间也没有工厂啊 他没有东西可以制造 也没有可以买卖的 他就是说 你烧一点纸钱给我 就是一种啊 为灵的作用 就是安慰这个亡灵啊 烧纸钱给他 所以真正的功能是 没有 只有对亡灵 有一种慰问的 一种关怀的 一种表示 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有用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改移工路上面呢 因为常常是摧祸的地方啊 所以大家丢纸 丢了纸好像是平安 这就是卫灵的作用 是不是鬼拿了去又用了 没有 肯定没有用啊 因此在佛法来讲啊 鱼鳍啊 烧纸啊 不如啊 给他念佛 给他说佛法 念经 让他听到佛法以后 心开一截 心中啊 仇闷啊 仇恨啊 怨苦啊 把他放下来 这个对他 对鬼神 对鬼魂来讲啊 是非常有用的 对亡灵来讲 是非常的好的 这样子就能超生 能够超度 如果仅仅是卫灵 他还在哪地方 你今天丢个纸啊 你已经给我买了个账了啊 你 我就放你过去 他还在那个地方 等着又来一个人 你没有丢纸 那我找你了啊 你 每次过来 你都不丢纸 那我就 就是觉得你这个人 对我没有礼貌了 如果给他讲佛法 给他念佛 叫他求生净土 或者超生了 天国 转身为人 那要比丢纸 烧纸要还得多 可惜的 也是可怜的 我们今天呢 纸张呢 都是用树木 把它做出来的 现在的树木啊 砍得又多 对我们这个地球啊 的生态呢 破坏的又多 实在讲啊 对亡灵没有用 跟伏法是相违背 对我们的人间呢 是带来的灾难 而损失了很多的资源 这个很愚蠢的事 我在这里的 我劝导所有的呀 副教徒也好 非副教徒也好 多念佛 少花钱买纸烧纸 要做功德 用钱呢 去救济贫贫 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亡灵 回向给神明 一定啊 更好 比我们社会更有益 所以这个话 吃得起饭 求 求平安 说得到的呀 可能是不平安 出家人是以弘扬佛教 为主要的工作 在中国历史上呢 很少有出家人当皇帝 宰相 或者是大臣的 但是在现今的台湾 就有出家人当民意代表 甚至呢 也有人参与选举 这是出家人 随着时代的进步 也在进步 还是出家人 失去了本身应有的定位 走了偏锋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呢 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的看法 这个问题问的我很难回答 如果说是 可能呢 人家骂我 说不是不该 可能呢 也有人骂我 那最后呢 两面不是人呢 因此我对这个问题 我想啊 从不同的方向啊 来加以说明 我不能够说是代表着佛教 这能够是代表着我个人呢 的看法 对于干政 参政 和紫禁是不是去 出家人呢 去做行政的人员 这些问题呢 在附近里边 并没有啊 一定的根据 说可 或者不可 不过呢 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啊 他是人天的师范 他的工作的本分呢 是弘扬福法 进化社会 进化人间 在斯加姆尼佛当时 许多的国家的国王 来向他请教的时候啊 他是 告诉 这些国王们呢 要如何的治国 比如说有个八旗国 的国王啊 向斯加姆尼佛请法 斯加姆尼佛就给他 有七个法治国 这七个法来治国 那是用这伏法的一个立场啊 来 也可以说就是为国王做顾问啊 提供了治国的 强调的 安定百姓的 一种啊 政治的体验 这 那斯加姆尼佛他还是算是干政呢 还是算是啊 不管呢 他还是关心 那我们在看的历史上呢 有许多的在家的居士 又当国王 又当大臣 那相当多了 但是军事 可以啊 这出家的 比丘比丘尼 是谁王位而出家的 倒是有了 并没有啊 出了家以后 为了做国王呢 又还说去做国王了 当然也有了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有本来是王子出家 出家以后呢 还说以后 又去做皇帝了 这个有 这是还要出 可以 那么也有呢 是出家人呢 还说以后去做宰相 那么这种情形也有 但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呢 而去做国王 就宰相的 没有发生过 如果那样子做的话 是犯戒的 出家人不应该呢 去做啊 行政的工作 作为行政工作就是 政治上的呀 行政工作 不是啊 寺院里的行政工作 但是 话再说回来 现在这个时代 是一个 谁有声音 谁讲话 谁 就是啊 能够对社会有贡献 而 讲话最有力的 能够改变法律的 和啊 能够啊 这个 立法的 那是议会的代表 那 各级的议会 都有代表 那就是 出家人 是不是 应该可以啊 担任了 议会的代表呢 那 徐大使 就是太徐大使啊 是主张 应该啊 干政 而不参政 就是说 问政 而不是啊 去执政 不是做 行政的主管去 不是就说 行政的首长去 但是呢 应该呢 站在 副教徒的一个 出家人的立场 奉献 出家人的啊 智慧 和 奉献呢 副教徒的智慧 来啊 贡献给 国家 贡献给社会 如果不进入议会 你没有机会讲话 你讲的话 人家听不到 进入议会以后 你总算有机会讲话 你有机会讲话 第一 能够为你的 族群呢 可以争取利益 第二呢 以你这个族群的 智慧 和 力量呢 奉献给社会 奉献给国家 所以是呢 应该是 可及的 那 但是 这个 议会的代表 又分成好多性质 国民代表 代表大会的代表 他一年 开两个会期 而并不是 老是在那边开会 老是在那边开会的 他把总统选出来 以后 真正的 会期是不多的 可是立法委员的 开会就多了 常常开会 如果一个出家人 说终身做立法委员 那这个不要出家了 他整天就是在立法院 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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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早在晚去排队 要发言 那就 不需要再出家了 但是 偶尔 客串一下 也不错啊 你是当一任 当两任 立法委员 或者是当了一任 各一任在当 我也赞成 能够 在立法院里面呢 多为国家 争取一些 有益的法律 的建设 那也是很好啊 不过呢 如果老是念诞了 作为一辈子的 顾会议员呢 我想是不必了 我想是不需要了 当然了 我是不会去选的 很多人呢 可能都有过 这样的经验 那就是在 打坐 念佛 拜佛 或者是诵经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很专注 时常会有妄念出现 有的时候 甚至还会有一些 不好的念头 那么这样 是不是修行不成 反而有罪过呢 我们来请教圣言师傅 这个时候 应该去教教 应该怎么样来降服妄念 要想没有妄念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 普通的时候 一般的人 一定是有妄念的 很多人认为呀 念经的时候 有妄念就会罪过 拜佛的时候 有妄念就会罪过 持咒的时候 有妄念就会罪过 是错的 是错的 一般的人呢 在持咒 送经 拜佛 身体在动 口在念 但是 心里边呢 同样的 同时进行着 许多的妄念 杂念 有的妄念呢 有的妄念呢 是没有印尼的 有的妄念呢 就是啊 就是啊 甚至于是 恩念 是犯罪的一种念头 那在我们 在我们 出家人来讲 叫做 犯戒的念头 虽然有这个 犯戒的念头 可是呢 并没有实际的缺犯戒啊 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知道自己啊 这也是妄念就好 妄念的本身呢 由于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又能够发现自己有妄念 这是正常 特别是在打坐的时候 那妄念纷飞 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有两种啊 非常正常 也是严重的现象 一个就是昏尘 一个就是散乱 所谓昏尘呢 打开睡的也是 所以散乱呢 就是妄念纷飞的意思 所以心圆一马 人的心 从小生起来 就是啊 动向西向 没有办法 不动的 如果心 完全不动了 那就入定了 就是在 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以及呢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头脑里同样的会忽然间 散过 某些妄念 我们在 聚静灰神的时候 也会出现 一些妄念在头脑里边 散过 特别是 特别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们的头脑里都想的特别多 因此啊 在 我们用功 所谓修行 拜灿 拜灿 诵经 念佛 持咒 打坐 在 这种情形下 又忘念呢 是正常 不要担心 只要知道 又忘念 那本身就是修行 我们在拜佛的时候 就是注意拜佛的动作 不要求感应 不要求反应 不要求灵验 而 拜佛就是拜佛 注意你拜佛的动作 小的自己在拜佛 不要东想西想 希望求的什么 本身 修行 就是啊 一种功德 就有一定自然的感应 不需要 一边拜 一边呢 持咒 或者是送金呢 就在 希望着 祈求着 期待着 有些什么感应呢 反应呢 出现 如果你要求反应 感应 灵验出现 那本身就是 忘念呢 所以是 要信无二用 练习着 自己在 拜佛就是拜佛 打坐就是打坐 你诵经 你注意自己的声音 注意自己 在念的是什么 持咒 注意自己啊 体验到自己 正在啊 用 你自己的嘴巴 用你的心 在一句一句的持咒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中的 幻念呢 会 又来又少 可是 不可能 没有幻念 有幻念 是正常的 如果发现到 一种 罪恶的幻念 出现 所谓罪恶 就是犯戒 所以杀 道 邪淫 妄语 甚至于啊 自己正想 说我想要做一下 什么事 但是你没有做啊 只是心中 有这么个 一个念头 出现而已 也不是故意的 这个 存着 要犯戒的心 来想到 要犯戒 而 直接头脑里 都出现了 这样的念头 这个念头是 提高你的解决 你自己是有 这些念头的 不在修行的时候 可能根本不知道 因为在修行 所以你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 不要难过 你要高兴 高兴什么 我还有那么多的 幻念头 真糟糕 我想要好好的修行 修行不够好 不过呢 我知道有幻念头 那表示 我是在修行 那我继续地 不断地修行 那再渐渐地 渐渐地 就像一杠浑水啊 慢慢慢慢地 这个浑水 这个就会沉淀了 当我们浑水 沉淀的过程之中 就会看到 一块一块的 一丝一丝的 那个脏的东西 往水下沉 那如果一杠浑水啊 还没有沉淀的时候 就看到是水 没有看到是 有什么脏的东西啊 往下沉淀 甚至于一直沉淀到底 水已经很清了 还可以看到 水底下有那么多的脏的东西 在这个情形下 应该是感觉到 这个我只是在修行啊 心已经在清静 已经在安静 已经在改善 这就是我们的修行 否则的话呢 你老是在想到 哇 我有杂念啊 我有万念啊 我有恩念啊 那我大概不是修行的人 如果这样子想 那永远没有机会修行了 永远不能修行了 所以 修行的时候 不要怕妄念 但是 就怕不知道有妄念 有知道妄念的时候 马上啊 你注意你的方法 注意方法就是说 诵经就是方法 你持周也是方法 拜佛也是方法 你回到方法 注意方法 你的妄念呢 自然而然就不见了 不要抵抗妄念 不要害怕妄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